以黄果树库库闻名的贵州省 它的省会其实有第二春城之称 不过台湾民众比较少到贵州省去玩 贵州省长陈敏尔一行13号来台参访 首次访台的陈敏尔表示 此行的目的是促进前台在经贸旅游和农业的交流合作 希望两地的人民能够更频繁的来往 贵州省长陈敏尔带着贵州省政府一级主管来台参访六天 陈敏尔表示台湾是贵州旅游最主要的入境客源市场 而且在台湾的陆配有超过六千人在台湾生活 此行的目的除了跟台湾进一步的开展经贸旅游和农业的交流合作之外 还要会会贵州相亲 两岸一家亲到处是朋友 所以我会通过这个机会 给在台湾的贵州级的相亲 传传相依也会会老朋友借借新朋友 过了这次来台的实地考察的机会 建立沟通平台加强前台的关系